好那我們開始上課啦 那我們今天要上的是第十四課 我們就開始講的是語言模型的部分 那大家都從2021年之後 大家都應該很熟悉Church GPT的模型 或是應用啦 在之前大家聽到語言模型 可能沒什麼聽到有什麼很厲害的應用 頂多可能是聽到Google的翻譯 但是以前的Google翻譯 大概在2016年以前 可能我們使用的翻譯效果沒有很好 或者是說我們2016年之後 它可能變好 但是它在理缺GPT這一段的應用 或是它理缺GPT的效果 有預測的準確率可能沒那麼好 雖然它可以大概粗略翻譯啦 那到了我們現在2021年之後 我們使用了Church GPT模型 那它可以很多的應用方式 那就是還有很多很奇怪的 就是很多花樣 像是你可以問它怎麼如何寫程式嘛 那這都是蠻特別的 那所以到2021年之後 我們的語言模型都是 就是勢必我們是必須得學習的 所以我們就是要開始學我們的語言模型 那學了缺GPT之前 或是理解缺GPT之前 那我們是一定要了解一下 就是整個語言模型的發展 那我們語言模型啊就是 以前我們是之前的課程都是在講影像 那我們影像當中我們是 我們是用生物來做一個就是模擬嘛 我們之前就是課程有一張 有一個貓去把那個 我們就插一個針在它的神經上 去看影像它在看的部分 是在哪一個Future 所以在影像上 我們就是可以看動物或是生物來理解 就是整個影像上我們在模擬神經元 但是我們的文字啊 我們的文字的部分 很難從生物的角度去做一個想像 或去操生物的那種運作的方式 你頂多可以說 海豚的智商很高 或是它有海豚的自己的講話語言方式 但是我們不知道海豚話是什麼 那我們就是 所以我們就是必須要想一下 我們的文字要怎麼處理 那 所以一開始 最一開始的 我們是使用一個叫磁帶模型的 叫Back of World 那它是什麼咧 它簡單來講是說 我們用一個字典 去把我們這個Darkman Darkman有的字 把它就是它有什麼字這樣子 有幾個字在這裡面 意思就是說假設我們有樣本 有1000個Darkman 1000個病例報告 那我們是使用它 所有的文字 就是把它的所有報告去找出它有幾個字 做成一個字典 那去看一下它是什麼 假設我們是Darkman 1 所以它在這個AND 這個AID這個詞 當中 在這個報告它是沒有這個字的 那在Back的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是有這個字在這裡面 那甚至Dark啊 Box這樣在這個裡面 這樣可以嗎 那 再來是 所以 依此類推 就是Darkman 2 我們也是這樣去看它 有什麼在這個裡面 所以我們是不是很簡單的 就可以把數值 就是文字的部分 轉成數值的一個預測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再來是我們還有一個 Stop of Word List 那這邊 Stop of Word 大家就是如果英文很好的話 就可以看出來 它是一個 很多介系詞啊 或是B動詞 在翻譯上 可能 太有什麼意思在這裡面 所以它就是 把這些詞去掉這樣子 這樣可以嗎 那我們除了可以抓 所以這邊呢 這邊的概念就是我們 以單字為Bass 為一個基礎 這樣 我們不是以字母嘛 我們知道 字母就是ABCD 我們不是用A有幾個在裡面 C有幾個在裡面 這樣沒有意義嘛 所以我們在 在這邊的磁帶模型 或是語言模型 都是以單字為一個Bass 這樣可以嗎 好 那 就是我們除了把單字抓出來之外 我們還可以抓片語 那片語的話 呃 就是 它用的字就會比較多 所以 我們在講這個模型的話 它就是有幾個缺點 就是 它雖然 很簡單 但是它有一些缺點 就是 大家可以想一下 它有哪些缺點 熊熊你覺得它有什麼缺點 如果對於一個語言來講 如果對於一個語言來講 太細 是什麼意思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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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是一個問題 就是 我們以實啊 或是阿 它的意思其實相近的 相識詞 或者是Dog 或是Dogs 你看 如果是 我們把Dogs 或是Dogs 當成兩個字的話 是不是 它是不合適的 它意思其實很相信 但 相近 但不代表等於 那如果我們把它當不同字的話 那我們這個字點 是不是就會很長 是不是就會很浪費 我們的運算資源 對 對吧 那再來是 它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比較大 因為說 我們在做語言模型 這個問題 是比較注重 或是比較關鍵的問題 就是 每一個文字 跟每一個文字之間 是不是還有一個順序性 對吧 所以 到時候如果你們學到 Church GTR 或是Transformer 它基本上就是 在解決 就是 順序的問題 下一節課 就是 從下一節課 一開始的Model 就會慢慢提到 我們如何解決 這個順序 那我可以先 就是 預告一下 或是透露一下 就是 在Transformer 它有一個 Position Embedding的部分 它就是在處理 這個順序的問題 好 那我們剛剛 除了講 順序 剛剛還有講到 就是 量太多的話 那我們之前 就是有講過 就是 數值分析 特徵數太多 但樣本數太少 那我們 預測效果 就會不會很好 就是 還有一個叫做 類別不平衡 你的特徵數太多 但是你的樣本 太少 的問題 好處的話 就是 它是很簡單的 就是 它只要把 它的文字 我們所有樣本 把它做成一個字典 然後就給它一個 1或0 或是 它有它幾個 這樣子 那 在這個模型 就是 它是很簡單的 所以它有簡單的任務 就會 預測的比較好 像是 垃圾郵件分類 就是 如果我們在 Gmail上 如果有些 推銷 無論我們把這個 廣告 或是 什麼商品 就是把它 當作 Keyword 然後我們就會 去抓住這個Mail 把它堆在 垃圾郵件的部分 所以它 其實這個 時代模型 就是 比較像是 Keyword 關鍵字的部分 那 另外還有一個 像是 Google引擎 Google引擎 它也是一個 關鍵字 或是 去搜尋的 那 在Google引擎的話 我們 為什麼 如果我們是 輸入A詞 跟B詞 或是 輸入B詞跟A詞 結果會是一樣的 有沒有試過 假設我們輸入Apple 跟蘋果 先輸入Apple跟蘋果 先輸入蘋果跟Apple 結果應該會是一樣的 那 為什麼 Google引擎 它只用這麼簡單的一個 磁帶模型 就是因為 在Google的搜尋引擎 它要求的是快 如果你的搜尋引擎 要等個十分鐘 你會想用 對吧 好 那 接著我們就是要 來做這個 磁帶模型 那我們就是 我們會用 就是三軍總醫院的病例報告 然後 就是看一下 來預測我們的病例 疾病的部分 那我們這次的練習 是用癌症 來預測癌症 這樣子 那 我先 我這邊已經有先寫好 到時候你們等一下就是 下載這個檔案下來 然後去 讀取它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這個報告 它是在第十個報告 它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其他報告 對 那這個其他報告 就是 它的一些資訊 它還有什麼疾病 或是描述 那 這邊還有一個Cancer Code 就是 它的Label 第十的話 就是 它這個 第十個份報告 它沒有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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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有哪些是 有Cancer 那 第一份報告就是 裡面可能有一些字 可能代表它是有癌症的 意思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報告啊 全部有四千五百三十五分 那這邊就是 最關鍵的部分啊 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 報告 以單字 以單字為Base 把它切出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Function 這邊只要直接用就可以了 就是我們會 可以把它把它拆開來 那我先執行一下 看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 它是先很簡單的 就是 前處理 就是把剛剛的報告 把它先拆分 拆開來 那 就是這邊就會有一些 再來是還有拼寫校正的功能 所以它這邊會把 第一個字 然後是單字的部分 一一切出來 那中間會有一些空白啊 或是一些 五號它把它去掉 所以它會有一個 就是空字串這樣子 那 等一下這邊 就是剛剛我執行的這個檔 它這個 這兩個檔案也要下載 這兩個檔案就是我們的字典 到時候我們就是要下載下來 這樣子 好 那 呃 這部分啊 就是我這邊 這邊你們可以不用貼 但是 檔案可能還是要讀一下 因為 因為 下一邊 因為我們老師已經把 所有報告的前處理都已經完成了 那 這個就是 所有報告前處理的結果 它叫 Prosist Note 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結果是一樣的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把 所有報告已經把它拆成 這個樣子 以字母為 以單字為 Base 那我們是不是要看 我們剛才就說 我們要做一個字典 就是把所有報告 並起來 然後去看 有哪些字母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我執行一下 那我 看一下喔 那我們再把 把所有報告 它是個list 那我們就要把它 所有並起來 就是用unlist 然後把它轉成bet 再把它轉成label 我們就可以把 重複的去掉 這樣子 就 就可以變成 我們要的 單字的字典 那前面有一個 就是空字串 到時候我們要把它去掉 這個部分 就是把第一個 空字串去掉 那可以看到 現在它 它就把 就是 單字的部分 取出來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全部的單字 就是 我看一下 總共就是有 4535份報告 然後它併在一起 然後去 去看一下 裡面的單字 量 單字的數量 總共有 5874個 這樣可以 可以理解嗎 那我們把它 變成了 把它字母 取出來 我們說 我們要把它變成 它有沒有 這個字 有幾個字 在這裡面 那我們是不是 要產生一個array 去看一下 第一份 第一份報告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 這個字母 它是 有 哪些 有哪些是0 哪些是1 可以嗎 那我執行一下喔 它把這個部分 把它傳成 存在這個變數當中 那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是 它的 鏈子 這個是 字母的 長度 那這個是 報告的長度 所以 出來 我們可以看它的 是 採診 它的採診 就是 5874 滿 7 それで 我 是 新 Hello 從 這 你 剛才您說它的矩證是這個樣子 第一份報告可以看到嗎 就是它這個第一個部分它是1 就是某個字母某個單字在這個第一個是1 那某個單字B單字它這邊沒有 在這份第一份報告沒有出現 所以這邊是0這樣可以理解 那第二份報告也可以看出來 可以看一下 那確實跟上面這個長不一樣 長不一樣 可以看一下 長不一樣這邊有個2這邊沒有2 那也是說 我們等一下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有這樣一個大矩證 那它尺寸也不大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MLP 就是多層感知機 去預測 有沒有癌症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的練習就是 用這個 前面已經全處理好的Data 用多層感知機 去預測有沒有癌症 這樣子 那你們預測完之後 在Predit的部分 你們可以去試著 寫這兩個 這兩個字串 去預測這兩個字串是不是癌症 這樣子 那我給大家一些時間 那我們開始講講我們的練習 那我們就是 先把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資料先分割好 把分成TrainingX跟TrainingY 或是Test的資料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可以開始寫我們的 好這邊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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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邊 就 可以開始 好這邊 那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已經開始Training 那訓練也是還蠻快的 好 那 他的預測效果 就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就是 0.971 其實蠻高的 但是 因為他只是很簡單一個任務 就是去看 這個 我們做的病例報告 裡面有沒有Cancer這個字 那我們就是 我們用別的文字的話 也是先把它 做一個 前處理 轉成我們要的 資料格式 Input Data 格式 那就是剛才講的 像剛才講的 TDN Array 這樣子 那給他一個不同的變數 然後 去給他 看 一樣 就是把它轉成0 看1 或是 有幾個字 所以他有些 有些可能是2 2 這樣子 然後把它做一個Predit 那這樣子 我們就 這份字串 這個報告 他這個 預測結果就會是1 這樣 應該是這個字 會很像1 很像Cancel 這樣 那 這個部分 我就 不說 就不再做 那我們 接下來是 要 接下來就是 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 時代模型 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它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辦法看 它沒有順序的問題 再來是 再來是 它的 向量字典 可能會很長 再來是 另外就是 我們還有講片語 片語的話就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問題 就是 就是也是 跟剛剛講的 也是一樣 就是相似度 或是順序 你要理解 上下文 它才能分出它的片語 假設 蔡英文跟英文 意思就不一樣了 對吧 要前文 才有可能知道 它到底是 講的是英文 還是講蔡英文 那 所以我們 在 這邊的部分 我們還有什麼樣的改進 我們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這裡的部分 它的向量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處理 不一樣的處理 那我們 接下來 我們就是講的 就是我們的 Embedding 磁牽入模型 那 磁牽入模型的概念就是 我們這樣 像這樣 Toy Dog跟 Doy Toge Dog Toy 它就是順序 是有意義的 那這樣子 它的 一個是 真的狗 它的品種名 那這個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玩具 所以 呃 所以現在的 時代模型就是有順序的問題 那再來是 呃 如果我們的 我們的 字典啊 沒有 我們的字典如果 沒有很多 就是我們裡面的字沒有很多 那是不是它就 那個 的 數目就會很少 那太多的話 是不是它看的東西 也會 太多 那運算的時候 也會很浪費 那它有可能過度擬合 這樣 overfitting 那 我們要怎麼 突破咧 那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把 我們的 我們的 字典 就是向量 把它轉成向量的部分 給它有一些意義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 做一個 embedding 就是 遲遷路 在遲遷路的話 它代表是 我們的 embedding它英文 翻成中文叫 遲遷路啦 意思是說 跟future 特徵 它也是向量 但是意義是 在於 embedding 這個部分 它有 代表它的意思在 它也是有意義的 所以 那如果它是有意義的一個向量 我們就要做 Embedding這樣子 那這個 Embedding的想法 就是在1980年 就有提出 那真正到 就是2013 就是Google 才有一個 突破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2013 這個 這個 一個技術性的突破 現在 基本上 它也算是一個 前 被淘汰的 技術 也不是說被淘汰 它還是被用到 但是 以現在的大語言模型 它基本上 已經沒有用到 那可以看到 我們今年就是 到現在它的 引用次數 也有 4萬多個 引用 但也是一個 蠻重要的關鍵技術 在 在的 那 我們除了叫 Embedding 那在這邊 你們可以去查 What to better 那概念上 基本上就是 Embedding 就是把文字轉成一個向量 那 在文字的部分 它可以轉成一個向量 影像也可以轉成一個向量 所以我們叫做 Image Embedding 這樣子 好 那 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就是 就是我們的 文字啊 它其實是要看上下文的 假設這個 這個 腎臟病 跟這個 Kidney 它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我們讓它看上下文 那你會發現它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基本上是很相似 那我們這樣很相似的字啊 我們是不是在把它轉成一個向量的時候 讓它的數字 數字 特徵 就是它的數字 是很接近的 那是不是 它就覺得我們這個 慢性腎臟病 這兩個詞 是一個很相似的 但是你要給它看上下文 這樣可以 可以東位醫師嗎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 假設我們剛才前面是十萬個單字 那個字典的十萬個單字 我們在這邊的模型啊 就是在這邊 十萬個單字 在 假設我們第一份 第一個單字 在第一個單字 這十萬份的單字裡面 第一個單字的 第999 9999個字典 就是那個字典的順序 在第9999個單字 我們給它一 那其他都是零嘛 那我們在 第二個單字 假設第二個單字 的部分 它在字典裡面的 第一千 一萬零五百三十一 它是一 其他就是零嘛 那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這樣往下 所以我們可以 把所有的字 這串字 把它併起來 這樣 這樣有什麼問題 如果有一個十萬個單字 十萬個字典 然後 第一個單字的某個地方是1 其他都是0 那這樣子 這個十萬 是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所以就是 文字項量的長度 可能會太長 長到就是 不太好計算 所以我們要怎麼解決這個方式呢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 做一個 遲遷路 把需要 用什麼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 就是看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把這個單字的項量 變成就是 滿足就是 一些條件 像是這個字很相似的 我們就是讓它希望這兩個 詞的項量是很接近的 像是love跟like 我們是不是讓 希望這兩個詞的項量 是很近的 或者是 King跟Queen的差距 要等於man跟female的差距 這個項量的差距 希望是接近的 這樣才是好的 這樣到這邊可以懂我意思嗎 那 假設我們 有一百個單字 那我們希望 我們壓成 一個一千的 舉證 這邊就是在做 把這一百個單字 壓成一個一千的舉證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產生一個 一千乘一百的一個舉證 到這邊可以理解我 這邊就是假設這十萬個單字 它假設把它壓成 NLP 壓成一個五十 那這邊 有一個舉證 一千 一萬層 十萬層 五百 它不是相乘 變成 十萬層五百嗎 到這邊可以嗎 那這邊再做一個 就是 就是 NLP 也是一樣 它把它壓縮回去 就是 五百 一千 一萬的 十萬的舉證 它轉換回去 就是一個 十萬的一個 一個 十萬個項鍊 那這樣可以嗎 聽得懂嗎 簡單來說 我們就是希望 這兩個 詞 或是片語 它的項量要相似 那我們要讓它相似 我們要透過一些數學的方式 讓它的項量 是一樣的 或是接近的 那我們就用這個項量 去做後面的一些應用 可以嗎 看一下喔 假設我們現在 我們再舉例一下 就是 I love you 跟 I like you 我們基本上是希望它一樣的 那我們就是在一大串的文字當中 就是 就是 我們要給它一串文字 然後隨機找 二十個 字的排列 然後裡面可能有 I love you 跟 I like you 讓它學習 上下文 那我們在這個一大串文字當中 隨機找二十個 連續二十個字的排列 然後 把其中一個字 挖掉 然後 我們就用 剩下十九個字 去預測 那個挖掉 被挖掉的那個字 假設我們如果 預測它準的話 假設我們預測它準的話 是不是 這個矩陣 就有它的意義在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我們如果 我們要預測的時候 假設我們 空XXX Desease 那如果它 不看上下文 它可能就會 預測出 如果它準的話 可能就會預測出 就是Kidney 跟Rinney 的 機率是一樣的 可能是一樣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就可以train 我們就可以train這個模型 然後讓模型告訴我們 它是同一字 可以嗎 到這邊可以理解 那 假設我們理解之後 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就是 我們把剛剛前面的病例報告 轉成 我們剛才講的 這都是字典的 第幾個字 某一個 某一串文字 然後它是在字典裡面 1613個字 的單字 然後依此類推 往下10個 然後它要往下預測 所以說我們在output這邊 可以看到它是 先掃這十個 再往下 這邊就是 它這邊是往前嘛 這邊變往前 然後把 5508這個字典裡面的部分 往上填 所以說在第六個 它往上 這個部分 它是要預測下一個字 所以是1934 可以嗎 到這邊可以理解 可以嗎 有點像 上一節的課 然後 我們的 那個 部件識別 然後 用掃的 可是它掃的時候 是預測下一個 換個 換個 那個 這 需要 用 對 我用 字母啦 但是在實質用單字的意思 好不好 A V C 然後我們先給它Input是這樣 但是我們是預測這一個字 我們下一個是Input 那我們就是點左邊這樣 可以嗎 那如果再下一個 這邊是Input的資料 那下一個就是G 假設這樣 所以這邊概念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說我們假設一大串文字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它自己產生 很多的data 對吧 如果它有很多個文字的部分 一串文字 它是不是可以產生 自己可以產生很多個data 那我們在訓練以前 我們再回過頭來講 就是有一些數學的部分 這邊假設我們剛才講的是十萬個字 那這邊這十萬個字 就是可以有什麼 十萬個零或一 那在第十九個部分 前面十九個都是一 其他都會是零 那Input Input就是我剛才講的 那樣子的部分 那樣子 像剛才上面講的 黑板 白板上面寫的 那幾個Input的值就會是一 Output Output就是我們要預測下一個的字 那我們講Output的話 因為我們是經過兩個Folic Connecting 那我們這邊沒有做非線性轉換 所以它出來的會不會是一個 它出來的值就會是一個 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的數字 那我們在經過SoftMath SoftMath 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所有相加起來的總和要是1 那所有相加起來的總和是1 那每一個數字 它就是一定要介於0到1之間 給它一個機率 這樣可以嗎 我們的Output就會變成0到1之間 這邊10萬個Output就會變成0到1之間的一個數值 那因為我們剛才講 我們這邊是一個內機 做一個矩陣 矩陣成法是一個內機嘛 比較像一個內機 那如果這個內機的數值越大 那某個單字的數值越大 它的SoftMath完 假設這個數值內機越大 它的SoftMath 假設我們這邊內機完 它的結果是這樣 再經過一個SoftMath的 Function 假設是這個數值很大 SoftMath代表它的機率是越接近於這個單字嘛 這樣可以理解嗎 到這邊可以理解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假設我們某個腎臟疾病 假設XXXD 它預測一個腎臟疾病 它的可能Kidness是50% 這個單字也是50% 那就是代表它是一個相識詞 懂嗎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權重取出來 去看裡面的哪些單字 跟某個字的機率是相近的嘛 我們可以做一個預測 好 那 我們現在 這邊 就可以做一個訓練 就這邊 先看這個 可以看一下 這是剛剛 跟剛剛很像 我看一下喔 好 幫我重新執行一下 這是跟剛剛很像的 就是 這個 我們 老師已經把所有的 病例報告 做一個處理完 前處理完 然後 一樣要用 因為它是一個list 但是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自由多少個 所以我們要unlist 然後轉成battle 再取它的levels 就可以知道它裡面有幾個字 那我們 實行完之後 一樣 前面 前面這邊 是一個空字串嘛 所以我們要把它去掉 這邊其實跟剛剛前面的做法是一樣的啦 然後 這邊就是我 這邊的結果 我們就是要把我們的病例報告 準備成這樣的資料 讓model去學習 假設我們處理完了 假設它已經前處理完 那我們就可以寫我們的Iterator 然後 model model architecture 那注意一下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 這邊的 是經過兩個folicognitive 然後 之後我們不做 非線性轉換 因為它有做一個壓縮 所以我們不做非線性轉換 直接做soft mass 那我全部執行一下 它應該就可以開始Chain 它開始Chain 那Chain完之後啊 我們是把它 我們剛才講的 我們是 取這個權重 這個權重 這個權重是有意義的 那我們是可以讓它的權重取出來 去看某個單字 跟它的相似度 那這邊的相似度 就是用一個余璇相似度 就是cos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就往下 那這邊就是看Cancer Cancer 哪個字 跟這邊的 字典裡面的哪個字 比較像 那它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 大概前三個 好像是跟Cancer 是同一字吧 就是比較相似的字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當然可能在 在 但還有是有其他字母 可能 算出來會很接近 但是不是那個字的意思 因為可能它根據它的上下文 然後還有數學 算出來的時候 它可能讓它的相似 它覺得它這邊 這兩個字 常常跟Cancer一起出現 所以它覺得它有點像 這樣子 那它券完了 那我就執行一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矩陣的Dimension 那它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單字的長度 字數 就是它有5874 然後我們壓縮成50 所以它的Dimension 就是5874 乘以50 一個矩陣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執行一下 它跟Cancer的相似度 那我們可以試著換別的 詞 是醫學系的嗎 要不要試一下換什麼詞 對啊 我們可以試一下 這樣 C Ar C I playing MOM 醬 這樣 Planet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可能出來就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準不準 可能在這個詞不太常出見 是嗎 其實該請到的就是知道 對 就 就會看 因為這些東西 還是會看它的樣本 裡面跟這個詞有沒有常出現 那他可不可以做替換 那當然是有些可能不太像 那這個就是要看你們的樣本 的部分 那我先給你們到這邊 讓你們執行一下到這邊 那大家就是執行到這邊 那我們就接著往下 那這邊就是 有人就是把上面的過程寫成一個網站 然後 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字跟字之間的相似度 這樣 這邊就是上下文 Eat Apple 這樣子 然後 第二個樣本就是Eat Orange 這樣 往下這樣子 就是 以此類推 那這邊就可以去訓練 去看一下 我們 訓練過程 他最後怎樣的相似 在空間上 那可以看到就是 他會覺得 可能 Apple啊 可能跟某個水果會很近 那 Milk可能跟某個 是液體的東西 他會很近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 就是可以去看看 這個 那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剛才取出來 那個矩陣 那我們把它 呃 我們可以試著 就是 就在Wikipedia 就是 就是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 整個過程 老師都處理完 然後 一樣是 取那個矩陣 就是剛剛 類似像剛剛那個矩陣 然後 現在是在 Wikipedia上 就是 前面的過程啊 然後 只是換個樣本 然後 再 同樣的 執行 那這邊 部分老師已經 做完了 嗯 就是 前面的過程啊 那我們先到這邊 對 對 對 有什麼東西沒有 沒有 沒有 有什麼 跟我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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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弄一下 可能这个server上 它的扣件没有安装 你可能这样不采放 好了 还有 有没有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那这边就是 他把它转成权重 把它矩阵取出来 那里面的字数就是 这么多 那这边就是已经处理完 就是 他把它处理完之后 这边就是刚才讲的权重 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病例报告 然后我们是根据这边的权重 然后去看 哪些位置是1 哪些位置是0 那我执行一下 这边就是他里面的所有的字 然后把它转成字典这样子 然后就给他位置 所以他就是这样 像这样 无理 这边就是把 刚刚这边是权重嘛 所有的字母的权重 然后在第一份报告里面 他把它里面有字母 假设是apple的 在这个权重的第几个位置 取出来 就index 他把它serlay出来 把是apple的权重给取出来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他的dimension 这代表是我们的所有test data里面 样本数有301个 然后301个字母 然后这边是他的权重是50 好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future 画一个图 这就是这个future的图的样子 这边可以理解吗 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的image 我们把它用CNN抽特征出来 那这边的概念有点像那样子 那个感觉 前面是直接把它的权重 在wikipedia底下 它的所有字母的权重取出来 它的特征取出来 然后就画成这个类似特征图的概念 这样子 那我这边可以理解吗 那如果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特征图画出来 它代表就是这个图嘛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CNN来做 可以吗 所以后面 后面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是用CNN来做 我们是不是要把它的矩阵 变成四维 才可以做 做 做处理吗 才能让CNN学习吗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 这边我用CNN 用CNN 用CNN 那这边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边就是把它把它转成一个Image Array 这边就是长度 样本数 样本数 然后这边是最大的 最大的 最大的 字数 所以它转成Array的时候 这边就会是50乘494乘4535 这样可以吗 这边是样本数 这边是样本数 它全部有4535 那它取最大的 某个报告的最大值 哪一个报告的字数最多 把它转成这样的矩阵 那我们是不是 有了这个的矩阵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分割 资料 然后分成Training Data 跟Test Data 让模型去训练 这边跟前面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写The Rater 这边我就 不贴 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们要把 我们原本是这样三维 但是我们要 变成四维 CNN才能做 这样可以吗 我们之前不是 在Image的部分 是长宽 然后三 如果是彩图的话 这边的Channel是三 然后这边是Bench Size 那这边在文字的部分 它就只有一个文字 一个维度嘛 它没有什么RGB 这种概念 所以它这边就是一个维度这样子 那再来是 在这边的Arctitial 要回过头来讲 这边是一个矩阵 一个矩阵的画出来图嘛 那这边的长度是50 这样的长度是50 这样是它的字母数 字母的数量 那在这边 所以第一个位置 这边是不是代表它的第一个单字 但是我们的CNN 它可以有上下左右平移吗 那如果我们是这样的3乘3的CNN 它上下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上下 这样的第一个位置 这样的第一个位置 然后是50 是不是它是代表这个50个 是它的字母的向量 那文字 是要看全部 才能代表它的意思 所以你的CNN 上下 我们不能上下做平移 我们只有左右平移 以这张图来看 我们只能这样的平移 往这边走 这样才有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 它是要往这样看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如果可以理解的话 所以我们在Arctitial这边 就是设50x1 一个CNN的Size 然后它的Filter是50 这样 然后这边就开始训练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拿去预测的话 它ARC也是0.968 跟前面磁带模型差不多 那是因为 我们一次就是大概只看 一个单字或是几个单字 这样可以理解吗 我们还是有限 它不是全部看 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它CNN还是只看某个 第一个单字 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看 这边是1嘛 所以它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看 所以它的最后的AUC 大概也跟时代模型差不多 它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看 所以我们这边 这边是之前老师 发表的Paper 它就是让 这样 让这个全重 就是这个矩阵 去 假设这边有5个CNN 然后它的Filter数 这边的CNN 这边的E 去做一个调整 它是1乘50的 它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看 那如果是2乘50 它怎么就是两个单字两个单字在看 这样子 这样东西是吗 然后这边 去做 Conclusion 这边就会取得一个Future Future之后 我们这边要做的是Mass Pooling 就是 在这个 这个部分 哪一个的 数 数值最大 我们不用Average Pooling 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用Average Pooling 有想法吗 假设我们这50个单字 假设我们这50个单字 假设我们是Cancel 要 这边看到的是Cancel 跟某个字 比较近 比较相似 那如果我们用平均的话 我们是把所有的字 平均起来了 那是不是就会失真吗 所以我们要取某个字 是不是要取它的最大的地方 是哪个 哪个值 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这边是用Mass Pooling 而不是Pooling 这样子 那 所以它这边就是 每一个Filter 每一个CNN 抽出它的特征之后 它把它Concade在一起 然后去预测 某个Decise 这样子 所以 在练习二的部分 原本 原本这边就是只有一个CNN 那 试着去把它 改成 这个样子 然后去做一个Predition 这样子 这样 OK 给大家一些时间 呃 这边呢 就是 直接 我们原本是 原本这边是CNN 直接CNN 然后50x1 那这边就是把你的Input Data 把它变成回圈 可以吗 把它变成回圈嘛 你的Data是一直 不断的走嘛 你的Data原本都是这一个嘛 但是你有五个CNN的Build Hub 那 这边就直接把它变成 就是回圈的方式去做 然后最后把它Concade在一起 先append 把所有List 每一层 每一层 每一个CNN的结果 append在一起 就是 放到这个List里面 然后把它Concade在一起 然后最后Drop Out 然后做 预测 这样子 那就是刚才我讲的 我们这边就是Conclusion这边 只要改这边的Filter Size 然后这边有不同的Filter数 Number of filter 这样子 那我这边就不直接训练了 那最后 它的预测效果 就有很 就是有稍微提升 大概1%这样 可以理解吗 这样可以吗 就是它其实没有改的很多 但 但其实 你看 没有改很大 没有很多的一个改进 它只有一点点的小技巧 它就可以提升一个Performance 提升一点Performance 所以就是像Resnet 像这种Paper 你看 听起来它 我们还没学之前 会觉得它很困难 但其实你学 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加法而已 对吧 某一层跟某一层 做一个相加 让它有个通道 做一个小小的改进 可是它就有很大的突破 所以就是在 我们的那种 Deep Learning 自工的那种 Paper 来讲 就是一个小小的改进 其实就可以发表一个不错的期刊 这样子 那我们继续往下 在NXNet 我们刚才是 直接是两个 Foly Connected 做一个Embedding 对吧 那其实在NXNet 它有自己的函数 直接叫Embedding 所以这边前面的做法 其实都一样 其实都一样 它只是在 我们Wikipedia 取出来之后 在第一个Raw 它是一个paging 是0 就是代表是 之后它要填什么字上去 所以这个格式要稍微记一下 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做训练 那后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它去做一个 做一个前处理 把那个所有的字 变成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顺序 把它变成像这样 像这样 现在在做的是这件事情 太快了 然后 它在 我们的 model architecture 这边就是直接Embedding 原本是两个Foly Connected 就是现在是让model去学习 这个Embedding 让它去看 它的字 这是它的reference 就是字数 它需要学什么 原本是 我们是先 做两个Foly Connected 去压缩 然后 去把它的权重 我们这边是两个Foly Connected 然后我们是取这个权重出来 现在是让model 自己去学这个Embedding 这个权重 懂吗 然后 它直接拿去做Training 所以这边就是填你的字数 你要 你的样本 全部的字数 然后这边是看你要压缩成多少的维度 这样子 它其实就只有这样 然后其他都是一样的 看一下 这边 我觉得 我就不 不Training 我就讲概念 大概讲概念 基本上 这边的过程都一样 它只是把它变成 这个 这个 XNET里面的 Embedding Embedding 去给它 学 Embedding Future 的 这样子 然后这边 这边后面的 Architecture 都一样 所以你看 所以最后 基本上 这样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那接着 嗯 我们现在是 我们还可以怎么样改进 这是原本 它的 Future Embedding 的Future 我们是可以再 经过一个CNN 或是一个某个 函数 某一个layer 让它变形 就是让它的 Future 看得更多 我们是不是可以再 做一个CNN 这边一个N乘15 懂我意思吗 就是 我们学到这个Future 再经过一个CNN 压缩 我看一下 老记得 老师的 不知道这有没有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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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我们是这样的一个Future 原本是这样的Future 它经过一个CNN 它经过一个CNN 也很像是一个Toying 让它这个向量 如果关系越大的 它可能 靠的越更近 你懂我意思吗 这样可以懂我意思吗 我记得老师的某个Paper里面 有在讲这件事情 就是 我用画图的好了 那你觉得好像好 就是 原本它的 原本它的 原本它的向量 它是这样 长这个Future 然后它再经过一个CNNN 它可能让它变直 可能 如果这个CNNN 这个CNNN 比较近的话 它是不是有可能 变成 让它 变成这个CNNN 越来越靠近 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 后面 后面 后面其实讲的就是 让这件事情 怎么让它更好 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些 技术或技巧在 看一下 所以 它只是在这边 加个CNNN 这边Embedding完 是这样的一个Future 然后再经过一个CNNN 变成一个 这样一个Dimension 这样可以理解吗 那下面基本上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变 所以 其实这一节课 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们学到的是 就是 时代模型跟Embedding 时代模型就是 Keyword 关键字 让所有报告当中 去找它的关键字 让Model 去看它的关键字在哪里 那Embedding 之后 我们就有一些 同意字的概念 让相似的 词 靠得比较近 但是 这样的Embedding 就是 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它一次只看了 假设 1到5 它只看了一个 是两个字 或是五个字 一个小短句 它没办法看到整个群局 再来是 我每一次做Embedding 你这个 假设我们是Cancel 这个词 在医学领域 就是癌症 那在星座领域上 它就是巨蟹座 那 所以你给它的Data 的Embedding 不一样 它看的同一词的向量 都会不一样 这样懂我意思吗 所以 我们这一节课 其实学到的 就是主要两个概念 就是 就是 磁带模型跟Embedding 它的个别是怎么样做应用 那 后面是 后面几节 后面大概两节课 的Embedding 就是去改进 怎么样的改进你的Embedding 然后 有一些小小的改进 就是就蛮大的突破 这样子 那 呃 所以它其实 像我刚才讲的 我们的Embedding 其实 看的 只是一个小短句 它没有办法看全文 所以下一节课 其实 就会慢慢的带入一些 全文 让我们的model 可以看到全文 然后 再来是 我们的 每个词的顺序 它有它的定义在 就我讲的 你这个 下面要接什么 这样我们才可以打报告 我们是把 我们的报告 先前面20个字 然后去预测下一个字 你的input是20 下一个是21个字 然后依序 往下打报告 所以 就是我们就慢慢的去了解 就是 每个文字的应用 文字模型 它的突破 跟进展 那我们上课就到这边 那我们上课就到这边